2月12号 第25届香港大达马拉松正式举行 据悉 本次马拉松分为全程马拉松 半程马拉松及10公里组别 共计约3.7万名选手参与此次赛事 较上届多出一倍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主持起步礼 并为选手加油打气 据了解 四项比赛的终点均设于维多利亚公园 有2万人参与10公里跑 参与全马及半马的选手分别为5500人和1.15万人 清晨5点45分 第一批半马拉松挑战赛参赛者与尖叉嘴迷敦道起步 沿指定路线向终点前进 今次赛道 我知道都是有点上落车 所以其实都 真是比预期都辛苦的 因为加上湿热的天气 尤其是西水口 特别觉得焗的 呼吸是困难 比起早一两个礼拜凉爽的天气 所以今天真是十成辛苦的 今次我相差自己个人PB大概两分钟左右 即是慢了两分钟 但是因为路面情况 天气濕的情况 我觉得我自己给自己大概7分左右 10分半分 但是你问我 我就会真的给了100% 表现不好 但是我觉得合格的 我都接受到 我非常好 非常凶惊讶 ワン最后是确定的 这才是比我还太高 也真的 że 我至于我计算了 所以不是很幸福 那么困难之后 因为路面是立了 因为路线上落 手开始上落 然后路线上落 所以路线现在却行不哀 所以困难之后 挺难 所以我期望更加多人一起玩 我觉得马拉松比赛自己一个人玩都是挺不容易的 要坚持 但是如果可以搞到多点比赛 开放多点的路 多点的机会 我相信会更加多期望 都不是只是渣马 就有很多不同的比赛一起会开心很多 谢谢 虽清晨一度有小雨 空气相对湿度超过90% 且露面湿滑 为选手增加了比赛难度 但阴雨天气并没有影响比赛的热度 众多香港本地跑手跑出佳季 沿途更有观众为他们呐喊驻威 香港著名影星周润发也出现在赛道上 并完成了10公里比赛 他表示过程虽然辛苦 但能在一个小时内跑完感到满意 很辛苦 你不打呀 湿度很重 OK 打标 打标 今天都可以 打标 演绎呢